今年是小米的十周年纪念 而小米给我们带来了这一个 看得见吗 这是一个透明的电视 那个 好,开始演示 这是小米最新的透视电视机 播放画面的时候 你是可以透视到电视机背后的一切 它的厚度只有5.7毫米 比你的手机还要薄 这还是一台55寸的OLED屏幕 可以显示10.71种色彩 还有电影机的P3广色域 简单来说就是很好看就对了 而且 这还是一个很适合拿来打游戏的电竞屏幕 因为它支援120Hz的高刷新率 还有1毫秒的瞬时响应 这么薄的屏幕底下连接着一个底座 这个底座除了提供各种街头以外 还有一个支持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的印象 作为智能电视 它搭载了MediaTek 9650处理器 哦对 如果你很喜欢小米的小爱同学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一家透明电视找到它 这一家电视机看起来的确很酷 而且价钱也很酷 人民币4999元 折合码币大概3万块 很香对不对 但是我想了很久 还是想不到透视的屏幕到底可以干嘛 市面上应该还没有任何媒介的影片 可以充分的发挥透视屏幕的优点 而且透视屏幕 就代表着这家电视机必须被摆在家中中间的位置 看到了吗 它挡路 对于我们这些一般人来说 这个透视屏幕真的就很像是一个花瓶 谢谢你点进来这个影片 为了感谢你 今天我就加码多一个小米的黑科技 你还记得三年前 苹果在iPhone X的发布会上面 宣布要研发的无线充电板AirPower吗 这个充电板原本的设计是 可以同时给几个device进行无线充电 而且 无论你怎么把手机放到充电板上面 它都可以感应到 但是 苹果失败了 苹果做不到的事情 小米做到了 呃 大概是做到了 小米的追踪式无线充电板 它会自动侦测到你手机的位置 并且 把充电的点 移动到你手机下面 这样你就可以把手机 放在板上的任何一个位置 进行无线充电 是不是突然觉得 小米变得很香 十周年 我们的小米终于进化成了 香米 谢谢你的收看 喜欢的话请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 这里是国粉科技频道 以后也会为大家带来有趣的科技资讯 有兴趣的也可以去我的FD专业逛逛 我是CK 下次见